埔里昭平宫玉化堂庆祝关圣帝君1859周年圣诞 举办关公文化节活动 透过书法写生书故事 儿童读经以及硬笔超经等比赛来宣扬传统文化 县长林明珍亲自出席颁奖典礼 为获奖的民众来颁奖 也赞扬埔里昭平宫玉化堂传承中华文化的贡献 民众带着小朋友开心地看着作品 并且与作品合影留念 埔里昭昭平宫玉化堂庆祝关圣帝君1859周年圣诞 在8月4号以及5号当天举办关公文化节活动 办理一系列的艺文竞赛 以文化活动取代游街 让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并且延续 对民国84年就开始用文化活动来代替油街 来所办的核 我们在比赛方面今天就是比赛的班将 比赛有卫度的比赛 有书法的比赛 有这个日董特径比赛 还有还有这个厕景店 这个厕景的比赛 还有还有公国的比赛 我们比赛当然要有很多话题 都总是请我们这些地方的 这些比赛专业 专业最好的这里来表演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这些年一年 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参加这个比赛 县长林明珍亲自出席颁奖活动 除了勉励参赛民众更加精进 也感谢玉化堂弘扬中华文化的用心 基盘这些学生活动 书华 还有这个超精 还有顶顶的活动 可以说办了相当的精工 今天这个比赛 中顶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特别邀请管长来给我们颁奖 我们对有卫度 这个用心 推动我们固有传统文化的用心 我们对文章市长和我们这些专业 表现有非常的感谢 平衡我们后一代 这个学生 也要读古诗 都超诗经 对我们人生的境界有很大的改变 尤其是诗词的文化 它有 有我们诗词的美 其实是蛮值得推广的 希望说 尤其是鼓励小朋友 利用暑假的期间 来这边做一个短期的训练 自我训练相当的好 也不会让我们的成人 晚上都只是看着电视 可以来到这边结交一些朋友 还有学到很多 书法也好 隐私也好 可以让他们充实他们的生活 相当的不错 现议员林芳瑜 以及民政处长吴彦霖也参加颁奖 感谢招平工玉化堂 对于弘扬文化的用心 以及传承的重视 感谢招平工玉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